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艾仪医生说我们讲解今次的研究 齐医生 你好 你好 齐医生 不如先和观众简单讲一下什么是心房战动 其实心房战动是心律不正一种最常见的疾病 正常的心脏在我们静止状态 每分钟跳六十至一百下 都是由心脏控制电流的细胞去控制 但是心房战动的病人 心脏跳动就乱了 在心房的电流就跳得很快很快 大概每分钟是超过三百下 在这样的情况 心室又会跳得很快 病人一般会觉得有些心跳不舒服 但是最重要就是心房的血液就会瓶在这里 会形成了一些血块 有机会这些血块就会流上去老血管 塞住了老血管之后就会形成中风 这个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并发症 这次你们的研究是怎样做的 我们的研究就是透过地区组织 邀请一些香港市民参加一个普查 这个普查包括利用一个简易的心电图 透过一个手机的程式就可以做到心电图 另外我们也会和它量高 磅重 和人问一问病历 有没有高血压 糖尿病 各样东西 然后进行数据的分析 你们说用手机的程式去做一个心电图 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比较新的 其实怎样做的呢 准程度有多高呢 其实我们会透过一个很小的仪器 这个仪器就有两个电极的 我们左右手就放在两个电极上面 透过一些声波就可以传送到一个手机 这个手机就会即时可以做到一个心电图 这个心电图就会有30秒钟的 可以上载到一个云端上面 我们可以做分析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的 根据我们这个研究 我们就发觉13,000个市民做的心电图里面 其实只有56个是分析不到的 其实只有0.4%左右 所以我们觉得准程度也相当高的 这次做了13,000多人的研究 当中有239人患有心房战动 其中42人是隐形患者 有些患者事前没有任何的病征 可否和我们讲一下详细的研究结果呢 我们进一步就问他们这个病征 原来这些不知道自己有心房战动的病人 他有6成半是没有病征的 所以我们就发觉原来 因为我们市民是没有什么病征有时 所以就发觉不到自己有这个问题 没有去看医生没有做心电图 所以重点就是我们很建议市民 在定时的身体检查里面 都要包含心电图 看看自己会不会已经有心房战动 是一个隐性的患者 完成了这次的简单心电图测试之后 有没有建议一些患者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呢 是 那我们其实透过一些计数的方法 譬如看病人的年龄 看他男还是女 有没有其他的疾病 例如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衰竭 或者有没有中过风 有没有血管病 我们透过这些资料就可以计算到 病人每年中风风险是多少的 是可以计算到很准确的 那我们拿到这些资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建议病人 有没有需要吃一些药 去减少他中风的机会 那患者其实是不是有一些高危因素 导致他们患病的呢 根据我们今次做这个研究 我们就见到有几个高危因素的 第一个就是年纪越大 他患病的机会越高 第二个就是那个体重 和那个身高体重指标 就是BMI 个人如果有肥本 他患心房战斗的机会也会高一点的 另外有一些疾病 都会令到市民患心房战斗的机会增加的 包括是心脏衰竭 和有心反膜疾病的病人 和他以前有中风过 他患心房战斗的机会也会高一点 嗯 陈医生在开头也说过 心房战斗其实会引致中风 除了中风之外 还会有什么疾病呢 除了中风之外 其实心房战斗 都会令到病人患心脏衰竭的机会增加 还有我们都要知道 其实死亡率也会增加的 嗯 今次你们做了一万三千多个病人的研究 由研究去推算 本港有多少人患有心房战斗 而心房战斗又有没有预防的呢 根据我们今次的研究 我们就计到 香港应该大概是有0.76%的市民 是有心房战斗的 即是计算了 应该是有超过五万三千人 是有心房战斗的这个问题 嗯 那又有没有预防呢 其实刚才我们说过 患心房战斗 我们看到有几个高危因素 年龄是其中一个 但是年龄这件事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体重 体重和肥胖那里 我们自己是可以在食物上 运动 都可以令到我们减少肥胖的机会 我们患上心房战斗的机会都会减少 另外刚才说有些疾病 心脏衰竭 中风 心反膜的疾病 其实这些呢 很多时候都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也都我们知道很多高危因素 都会令我们血管的疾病是增加的 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 血脂 运动不足 饮食不健康 吃烟 这些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可以自己 大部分控制到的 加上定时的身体检查 及早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些高危因素 及早对症下药 那就会帮我们减少患上心房战斗的机会 今集麻烦了陈医生和我们的讲解 节目时间有够了 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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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